大家好我是mian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 請駕王 那請駕王雖然特性是懶多喔 但是我們今天是玩雙打 我帶了兩隻寶可夢 以防請駕王偷懶啊 第一隻是化學變化氣體的雙彈瓦斯 然後第二隻是特性互換的 阿羅拉雷丘啊 那我們請駕王的招式是選擇了 百萬噸重體 威力120 命中75 後面三招就是 吸鬧吸取拳 還有嚴崩 這個有AOE 又有機會畏縮的嚴崩 那我們先上蜜勒盾還有雷丘 因為先開出電氣場地之後 觸發雷丘的衝浪之尾 再用特性互換 換給請駕王 最後一隻就光粉的雷吉奇卡斯好了 最初派出的是 顧拉多還有賽夫好 那雷丘特性就是 在電氣場地上 速度會變成兩倍 不過我們前面是會先打擊掌奇奇啦 蜜勒盾就直接伏特替換吧 對賽夫好打 然後雷丘擊掌奇奇拍 顧拉多 賽夫好暗影球是打我的雷丘 阿羅拉雷丘是有超能力吸的 所以被打兩倍 不過我們是氣勢必帶啦 哇這樣子沒倒 沒倒也沒關係 反正我的目的是要換上請駕王 雷丘只剩下一滴了 所以這裡最好是直接打特性呼喚 我們只要換給請駕王之後 雷丘死掉也沒關係 請駕王就百萬盾重踢好了 直接踢他的顧拉多 然後雷丘就特性呼喚 他這裡換下賽夫好了 沒有要處理掉我的雷丘 他應該是怕我請駕王直接扁他 他應該是想要連防地面招吧 哎呦 時間秒掉了 腰害 哇賽 貢拉多 防禦140 請駕王一腳就直接踢美了 而且因為他這邊換人 所以我雷丘還活著 這邊賽夫好上來 賽夫好上來 應該是會打淘金草啦 那我們請駕王就打炎崩 炎崩打 列建議是四杯 然後雷丘的部分 我們換上蜜樂盾 來連防淘金草 太金剛 那真的是要淘金草了 很痛的啊 淘金草 而且是AOE啊 啊 炎崩沒打中 沒打到他的列建議 褲了 哭啊 而且我竟然是比他先出手 然後沒畏縮 哎呀 這邊最好的劇本就是 收掉列建議 然後再加上 畏縮賽夫好 沒打中 結果請駕王倒了 吐血 真的 這麼貴 這裡只能先上雷丘啊 雷吉 齊卡斯 上來 是會有慢啟動的 不過還行的是 我們只要集長齊齊 拍他的賽夫好 然後 米勒盾 弗特替換 打他的列建議 我們雷丘這樣子 還不會死啊 然後就用他直接換下賽夫好 集長齊齊拍在他的將軍身上 列建議有快手還擊 所以他是預判了我打 集長齊齊 但是我不是拍他 好險 好險 我 還會用快手還擊啊 好險 那這邊很好 我們的 祕勒盾 下場之後 直接換上 雷吉 奇卡斯 然後雷丘再用特性互換 跟雷吉 奇卡斯做一個交換 我們特性互換之後 雷吉 奇卡斯 先打他的賽夫 好吧 因為將軍可能會有突襲啊 我怕我雷丘會直接死掉 雷丘變成了慢啟動 雷丘變成了慢啟動 不過他的將軍沒有打突襲啊 這樣子我們下回合還可以再把慢啟動 換給他的將軍 這樣將軍 護理招式傷害會減斑 他直接打突襲 還蠻痛的 應該是大將特性 對我都死光了 其實我們蠻幹就好了 蠻幹加上雷吉 奇卡斯 十萬馬力 不過雷吉 奇卡斯是會先出手啦 然後再蠻幹的話 其實是有點多餘 倒是真的 所以應該是打特性互換比較好 不過遊戲要結束啦 欸沒有 他不是大將 他是不服輸欸 因為這個是拿來防威克的啦 那我們直接閃電猛充 遊戲就結束了 好想了 那就感謝指教啦 那我們一樣先上蜜樂盾 還有雷丘 後背兩隻就是請假王跟雷吉 奇卡斯 對手是大扭拉還有天蠍王 雙打的大扭拉會有幾掌奇奇嗎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我們雷丘有啦 而且我們雷丘速度比他快 所以我們拍他就沒事了 然後蜜樂盾也福特替換 怼他的大扭拉 欸天蠍王是順風喔 欸原來天蠍王也可以當順風手是不是 伏特替換先秒掉他的大扭拉 還行啦 不過被他開出順風就有點麻煩 我們請假王先出場 越越雄 請假王感覺是直接吸取旋 去扁他的越越雄 雷丘再來一次打他的天蠍王啊 讓他所遭順風 他沒換人 很好 取圈 都還好 都沒過半 但是他是爽好噴霧啊 吸取旋 打不死他 這回合雷丘就必須打 特性呼喚了 不然請假王要休息啦 沒關係 所以我們就一樣繼續吸取旋 加上特性呼喚 天蠍王下場 蓋歐卡上來了 可以喔 先收掉了他的 玉玉熊 很好 問題是 因為他有開出順風 所以他的蓋歐卡 還是會比我的請假王還快啊 儘管我的請假王現在有衝浪之尾 我們請假王就百萬盾重踢好了 因為打炎崩也沒辦法 跟我也說啦 速度不夠 百萬盾重踢 try他的 蓋歐卡 然後雷丘的部分要換上 蜜勒盾 不然雷丘要死了 就沒辦法 去cover雷級 奇卡斯啦 有 跟我們波動 沒有miss 啊 請假王被秒了 真的假的啦 這麼誇張啊 跟我們波動一發 我請假王沒了 完蛋 要玩呢 10萬馬力打我 蜜勒盾 蜜勒盾也頂不住 這兩招命中都不是一百 密實一下也不行是不是 不過他順風停了 我們這邊雷秋加上雷吉奇卡斯 其實還有機會 我們特性互換加上捏碎 直接捏蓋歐卡把他捏爛 而且這裡是沒辦法再拍幾張情形的 因為如果拍的話雷吉奇卡斯會沒有輸出啊 只能直接換 然後去捏他的蓋歐卡了 拜託這邊捏一個把他秒了 遊戲就結束了 沒死各位無從沒死可以啊很好 哎呀兩個都沒打中 可以耶 哇真是馬力打中了 雷秋死了 但是特性有成功換出去 完蛋電氣場地沒了 所以我現在速度沒有兩倍了 所以我會比他蓋歐卡還慢 完蛋 哎我如果場地還在我要贏了 完蛋 完蛋 根源波動沒有 miss 剩三滴 哇場地還在的話這把好像要贏了 可惜了 差一丟丟啊 是講究圍巾 雷馬力沒有miss 那我捏色的應該是沒辦法秒 屏血王 那就感謝指教啦 那我們就一樣先上蜜樂盾還有雷秋 後面兩隻傾駕王還有摔角英人吧 因為摔角英人格鬥招可以打越越雄 然後雜技又可以打五刀雄獅啊 這個是雷吉愛樂奇 還有五刀雄獅 是一級有五刀雄獅啊 一級有五刀雄獅 感覺我們直接ALL IN他耶 極掌奇襲加上流星群先處理他 因為他有越越雄啊 其實我不太敢打電招 萬一被他防到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應該是要直接太精爆吧 堆在我的蜜樂盾上 不過我是浮擊被拚的啦 我這隻直接把單打子搬過來用 應該是死不了吧 可以 流星群命中 先收掉他的五刀雄獅 龍捲雲的話應該會開順風喔 我們這裡換上請教王來擋太精爆吧好了 應該是不會到很痛啦 然後雷球直接對龍捲雲打再來一次 而且他不一定會直接堆我的請教王啊 搞不好他在防我蜜樂盾就守住 果然是開順風 很好 繼續太精爆發耶 又是堆在 請教王的位置 玩過半了 其實剛好過半 226滴 剩下113滴 不過要是亂數小一點 是有機會撐住啦 我以為會很癢 完蛋了 好像不太妙 應該 蜜樂盾剛才太精剛 胡特替換才對 想說省個太精化 結果我現在請教王看起來有機會會死 這邊只能百萬盾中踢了 賭他 愛樂奇打不死我 然後我直接 一腳踢死他 雷秋就打特性互換 因為他龍捲雲這回合是 只能開順風 然後他也沒換人 沒事 亂數小一點 還不會死 真的 死了 那我雷秋特性互換也看不出來了 不會這樣開在對手身上吧 沒有沒有 我以為沒開到隊友會直接放給對手 先出蜜樂盾吧 我怎麼感覺他龍捲雲是要送掉啦 沒有選擇換人 所以龍捲雲的部分其實我們可以不管他 我們直接太精剛閃電猛充去打他的愛樂奇 然後雷秋的部分就換上 甩腳鷹人 他真的都不換人 他真的都不換人 這樣子感覺不太好耶 對他來說 我 果然是泰晶爆發 他怼這個位置 真的假的啦 他直接怼 右邊喔 這麼會拆 我還想說摔腳鷹人這邊先上他壓力比較大 結果他竟然是泰晶爆發堆我右邊 太狠了吧 我記得他龍捲雲再來才好一回合耶 我記得他龍捲雲再來才好一回合耶 想說上來是有機會先按個劍舞吧 或者是繼續對他打再來一次 不過這樣也可以 因為蓋歐卡上來 雷秋也要上來了 我們擊掌7C拍蓋歐卡 這樣反而好耶 我沒發現 不然你根本是摔角鷹人的話 可能還不好說 這邊閃電猛充加上 機杖7C都堆蓋歐卡 遊戲就結束了 他原本想說要送掉龍捲 殊不知我都不打那個位置 他蓋歐卡現在才能上場 而且一上來 就被畏縮 然後被秒 好慘 這個很難頂得住啊 這個很難頂得住啊 再來一次解除了 順風也停止了 場地也沒了 可惜了 因為我蜜樂盾沒練速度啦 所以兩隻都應該比他慢 不過再來一次還是可以打啦 就是怕蜜樂盾被他秒掉而已 欸他是枯葉風暴 那沒事啦 遊戲結束了 閃電猛充 直接秒掉 他有70皮帶 成功收掉龍捲雲 那就感謝指教啦 這把對手的轟雷金剛星 跟我搶場地啊 所以我們出雙彈瓦斯好了 配雷吉 奇卡斯 因為我們雷吉奇卡斯有10萬馬力加上拍弱 都可以打他的索爾加雷歐 後面兩隻蜜樂盾跟摔角英人吧 因為摔角英人可以打他的 碧莉吉翁 還有轟雷金剛星 所以我第一隻是 烈箭衣 還有正義法 烈箭衣這邊應該是會開順風 正義法有可能直接毒我們雙彈瓦斯啦 所以我們雙彈瓦斯先守住吧 然後雷吉奇卡斯直接捏碎捏他的 烈箭衣 烈箭衣也是開守住喔 先試探一下就對了 魔法火焰堆在我的雙彈瓦斯身上 他這邊很尷尬 因為他下回合應該會全力ALL IN在我的雙彈瓦斯身上 然後我守住沒了 要是雙彈瓦斯死了雷吉奇卡斯慢起動觸發 會很慘 還是只能賭了啊 賭他這邊打不死我 感覺只能賭了 神奇蒸氣 怼他的 蒸氣法 然後捏碎捏烈箭衣 賭他收不掉我雙彈瓦斯 欸有的時候該打暗影球了 不過我是極限特防的 這樣特防了 喔我的速度 他還快但是沒死完蛋 結果他雜技打在我琪卡斯身上 哇哩雷雷 竟然沒捏死烈箭衣 欸不過他混亂了 欸這還不錯欸 機會還在啊 我雷吉奇卡斯比他烈箭衣還快 他應該是烈箭衣會打我雙彈瓦斯 所以我雙彈瓦斯守住 然後雷吉奇卡斯 10萬馬力打他的正義法 然後賭他混亂打自己 這邊很關鍵 來 哎呀真的打自己了 很好啊 10萬馬力 直接收掉正義法 太好了 不過對手發現了 看來他烈箭應該是堆在我的雙彈瓦斯身上沒錯 那就感謝指教啦 我覺得這段下子一andom 看一下 我 你 和